各位同學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Final Cut Pro X 如何可以幫助我們整理素材 就是將我們的素材分類分集 方便我們日後剪接使用 Final Cut Pro提供給我們一個非常方便的工具 我們現在把Final Cut Pro打開來看 好 這個地方 這些我已經匯入了一些素材 在這個地方 那我就必須在開始剪接的時候 必須開始去檢視我每一個素材的內容 好壞 然後標示出我喜歡的 以及我覺得不會用到的 不喜歡的一些素材 以便我日後剪接的時候 我可以快速的選取 所以我需要去檢視每一個素材 然後做上一些適當的標記 假設我要選擇某一個素材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藉著Mouse點它 那我們看到一個黃色框 就代表它被選取了 那我可以在這個地方觀看 我也可以在這個瀏覽窗裡面觀看 透過這個播放鍵來觀看 那或者是我就在左邊這個素材庫裡面 這個黃色選取框內拖曳來觀看 那如果我覺得這個素材之中 某一個段落是我需要的 我可以將它的起始點拖到我要用的開始位置 然後結束點我們可以拖尾端到我們需要的位置 那這就是一個選取框 這個也就是所謂的range selection 就是我選擇了這個素材的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是我可能會需要用的 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點一個favorite 就是一個綠色的信號就是f的按鍵 那它必須要讓這個選取框有效的狀態之下才可以 點選它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看到 這就有一個綠色的線 表示這個鏡頭的這個部分呢 是我所喜愛的 那若是我改變計畫 我覺得我不需要了 那也許我就可以點選另外一個取消鍵 快速鍵叫u 那選擇鍵呢 就是最喜愛的選擇鍵是快速鍵是f 取消鍵是u 我直接點這個取消 它就取消剛剛的選擇 那如果假設我選擇這個鏡頭 我們在觀看之後呢 發現這個鏡頭不是我所要的 也許在整個影片我一定不會用它 那麼我就可以以這個取消鍵 就是快速鍵就是這個delete 就是delete 我直接壓它 所以剛剛那個鏡頭就取消了 就是至少在我這個素材庫裡面 它不會秀出來 它不會放在這個地方 但是它仍然在我的硬碟之中 我們這個素材庫裡面 我們所可以看到的內容呢 必須透過這個地方的設定 來決定 就是在這個素材庫的左上角有一個 有一個下拉視窗的選項 我們點選它一下 你會看到 這裡面有不同的選項 像有all clips high rejected no rating or keywords等等 那all clips就是說 我會在這個素材庫裡面 會展示我所有 有使用或未使用的素材 都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點選它 我們就發現 有之前我可能已經被我取消掉的 就是剔除掉的一些素材 還在其中 還在其中 但是因為我現在要開始剪另外一個節目的時候 那我不需要那些素材 那當然 我就選擇high rejected high rejected 就是把我所不要的 或被剔除的一些素材 把它暫時放在隱藏的地方 所以我們只看到 目前沒有被reject的素材 那我也可以選擇 這個favorite favorite 如果你有設定 最喜愛的素材的時候 當然這裡面就會秀出來 好 假設我們先設一個favorite 就是這個 是我所favorite 那選擇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選擇 展示的部分是favorite 那你就看 目前只有一個favorite 所以如果你整理完素材之後 你標示出你的favorite 鏡頭 那 那些都是你會用的 所以你就可以選擇這個選項 它就會只陳列 這些你最喜愛的鏡頭 暫時隱藏其他的部分 好 那目前我還是先放在high rejected 這個選項 我如果要取消這個選項的話 那我可以壓option click 它可以取消你這個部分的選項 但是如果你點這個綠色線的時候呢 它仍然可以恢復 所以要完全的取消就是 按這個綠色的取消鍵 那同時這個暫時的去塊選擇 你要取消你就壓option click 就可以取消它 那你要選擇任何一個素材 只要點它 它就可以幫你選取 那你也可以多重選擇 比如說在這個畫面裡面 我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我需要 這是我要的一段 那下面一個段落呢 我仍然需要的時候 我就壓著command 再拖曳 這個段落也是我所需要的 如果還有一個段落我還需要 我就繼續壓command 再拖曳 這個也是我所需要的 就在這個鏡頭中 我可以選取不同的段落 同時都是我所需要的 那若是我要取消其中 任何一個我只要壓其中一個 option click 就取消其中一個 那如果全部要取消 那你就在另外的這個空白位置 壓option click 對 就可以全部取消 好 關於整理素材的部分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個地方 我們下次見